各位市民大家好 我是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黃英豪 今個禮拜日12、16日 是中共的第20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 今次大家一定要注意 因為今次將會奠定我們國家 第2個100年的目標 就是要在2049年前 建成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強國 究竟有什麼政策 有什麼目標 我們大家應該好好學習 因為國家好 香港才會好 下星期三 又是一年一度的我們行政長官 宣讀他施認報告 大家應該都對李家超特首很有盼望 因為他要將香港開一個新的天章 我們很期盼他能夠有新的政策 新的措施 能夠令到我們在逆後 重新發展起來 國家好 香港會更好 香港自己內部能夠齊心協力 能夠與行政長官 與我們的行政機關一齊 建設到香港 我們的明天才會更美好 所以未來這個星期 大家多留意我們民建 連各位立法會議員 我們都會在中央和地方各個政策 發展提出我們的意見